在探索灵性世界的奥秘时 我们经常会遇到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 其中之一便是天使数字的出现 天使数字 这个词听起来充满了神秘色彩 它不仅是一系列的数字 更是一种来自更高侧远的温柔之影 想象一下在你生活的各个角落 无论是手表 手机还是街道上的门牌号码 突然间你开始频繁地看到重复的数字序列 比如111 222 这些特别的数字 据说是天使传递的讯息 它们不是随机出现的 而是有着特定的意义和目的 当你越来越频繁地遇见这些数字时 可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好奇与震撼 这是不是意味着有某种力量在尝试与我沟通 根据灵性信仰 每一组天使数字都有其独特的含义 它们是被设计来传递爱 指引和保护的信息 例如 当你看到数字111时 这可能是一个信号 告诉你现在是打开心灵 实现梦想的最佳时刻 又或者 当RRR不断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时 这可能是提醒你 你正在接受来自宇宙的支持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而对于那些灵性越高的人来说 它们似乎更容易注意到 这些不寻常的数字模式 它们的心灵更开放 更敏感 能够轻易地感受到 这些来自非物质世界的微妙信号 这不仅仅是巧合互幻觉 而是一种深刻的灵性觉醒 一种与宇宙更深层次的连接 当这些灵性较高的人们 接收到天使数字的信息时 它们往往会在生活中 做出相应的调整 以便更好地与这些高频率的能量同步 它们可能会更加专注于个人承担 心灵探索或是社会贡献 因为它们明白 这些重复的数字不仅是一种提示 更是一种责任 每当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这些特定的数字序列 不妨停下来 深呼吸 并问自己 我的守护天使此刻是想告诉我什么 当这些特殊数字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时 它们更像是一个提醒 或是一个幻想的符号 宇宙透过这些数字 向我们发送讯息 堂福在说 请注意 这里有重要的事情 这些数字可能会与你的个人生活密切相关 也可能是对你内心深处未解之谜的回应 它们可能暗示着即将到来的变化 或者提供对当前挑战的解答 接受这些讯息需要一定的觉醒和敏感度 当你开始留意这些重复出现的数字时 你可能会逐渐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引导 它引导你去关注生活中某些你可能忽略的细节 例如 当你连续几天看到四四四时 这可能是宇宙在告诉你 要在生活中寻找更多的稳定性和安全感 这些数字的出现 不应被视为随机事件 而是一种精神和宇宙能量的同步 每个数字都拥有特定的意义和能量 当我们开始理解这些数字的语言时 我们其实是在学习如何与宇宙的更大力量同步 这种连接不仅增强了我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 而且还增强了我们克服日常挑战的能力 每次这些数字出现时 它们都带来了一个机会 让我们能够与宇宙的智慧和指导对话 从而更好地导航我们的人生旅程 这些讯息是宇宙与我们之间的桥梁 是我们内心深处与外在世界之间的连接点 当你学会识别和解读这些数字时 你就开始了一段深刻的灵性探索之旅 这将引导你走向更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更深的自我认识 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学会如何聆听这些来自宇宙的讯息 还学会了如何运用这些讯息来实现个人的成长和转化 这是一个持续的对话 一个永不停息的学习过程 让我们逐步揭开生命的奥秘 并进一步理解自己在这广阔宇宙中的位置和作用 宇宙通过这些数字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的智慧 提醒我们关注那些可能已被我们忽略或为充分理解的生活方面 当你的灵性成长加速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似乎对周遭的细节更为敏感 这些细节可能以前从未引起过你的注意 特别的重复出现的数字序列似乎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了不成比例的重要角色 仿佛是宇宙在与你进行特定的对话 这些序列也许是在你的收据上 手机的终点 或是在一本书的某一页开始映射出一种看不见的路径 引领你前往更深的自我认识 你可能会开始问自己 这些数字的重复出现是否仅仅是巧合 或者它们是否带有某种特别的意义 是不是一种隐喻 指引你察觉到某些你以前忽略的生命真理 每一次数字的出现 不只是在告诉你时间的流逝 它们也许是灵性层面的弹指一阵 提醒你注意当下的思绪与情感 这样的现象让你开始探索这些数字背后可能的象征意义 每个数字或数字组合可能都有其特定的精神导引作用 让我们来谈谈一位名叫艾蜜莉的年轻女子 她的经历或许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启示 艾蜜莉是一位创意工作者 一直对生活中的各种符号和暗示充满好奇 最近她开始注意到自己经常遇到重复的数字序列 特别是数字222 这一现象最初发生在一个重要的职业决定时刻 艾蜜莉在考虑是否应该离开现有的工作 追求一个充满不确定性 但更符合她心中理想的职业道路 再一次午餐休息时 她无意中注意到书具上的时间显示为2点22分 此后不久 她又在一本书的夜马222上 找到了一句极具启发性的引言 正好与她当下的处境呼应 随着这类事件的频繁发生 艾蜜莉开始觉得这不仅仅是巧合 她开始寻求这一数字的深层意义 并很快了解到 数字2通常与和谐 平衡和选择的决策有关 她感觉这是宇宙在向她确认 现在是时候做出改变 追求她真正热爱的事业了 最终 艾蜜莉决定辞去她的工作 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正当她开始新的冒险时 她再次遇到了数字222 这一次是在她的新办公室的门牌号上 这让她坚信 她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这一系列的数字重复 不仅仅是一个符号 更是她灵性旅程中就明确的里程碑 当你一再遇见相同的数字 你是否会认为这些数字带有特别的意义或讯息 许多人相信所谓的天使数字 认为这些数字是来自更高灵性实体的讯息 这种信仰让人们感到慰藉和指引 尤其在生活中的关键时刻 然而 这种现象真的是超自然力量的表现 还是有其他更科学的解释呢 在这次的探讨中 我们将深入了解批评家如何看待天使数字 他们认为这些重复出现的数字 其实可能只是巧合或心理作用的结果 科学社群通常对这种超自然解释持怀疑态度 他们强调 我们应该用更客观和理性的方式来解释这些现象 一个常见的科学解释是所谓的注意力偏差 当你开始注意某个特定的数字 你的大脑就会更加敏感地寻找这个数字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学习了一个新单词后 似乎在到处都能看得了 这不是因为这个单词突然变得普遍 而是你的注意力使得它显得无处不在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数字 这种现象称为频率错觉 批评家指出 人们对于这些数字的解读 往往充满了个人的期望和愿望 这意味着当人们在寻找指引或慰藉时 他们可能会在随机的数字中寻找深层的意义 有趣的是 当人们经历困难或不确定时 他们更可能寻求这种数字的指引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特定的生活阶段 人们会感觉到数字讯息似乎特别频繁 但如果这只是一种心理现象 这是否意味着天使数字没有实际的价值呢 或者即使这些数字是由我们的心理作用产生 它们是否仍然能够提供某种形式的真实帮助 这些问题激发了对于天使数字的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在探讨这些问题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类对于模式和意义的自然追求 人类天生就是模式识别的高手 这是我们生存和进化的关键技能 当这种能力遇到随机的事件 就会产生各种有趣的心理现象 当我们走在忙碌的街道上 突然一辆车经过 车牌号码以55结尾 可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不仅仅是因为数字本身引人注目 而是因为在灵性学说中 55代表生活中即将发生的重大变化 想象你最近正在考虑换工作 正当你犹豫不决之际 这串数字的出现可能是一个推动 一个勇敢前行的信号 另一个例子 也许你正在经历个人生活的 某种困境或挑战 这时候如果你在电子钟表 手机或是电脑屏幕上 频繁看到数字1110亿 这通常被解释为宇宙正在提醒你 你的想法和意念具有创造力 这是宇宙鼓励你保持正面思维 相信自己的直觉和梦想 因为你的思想在塑造你的现实 考虑到这些 当这些特定的数字再次出现时 你或许会停下脚步 深呼吸 并试着理解这一刻你的思维状态和心灵讯息 你可能在图书馆里寻找新书时 随手拿起一本书 发现书的页数或章节号码 与你最近常见的数字相符 这本书可能正提供你需要的答案或者启示 也许是关于职业发展 人际关系或是个人成长的宝贵资讯 当这种巧合发生时 它不仅仅是一个提示 更是一种灵性的导引 引领你走向必要的改变或新的开始 有趣的是 这些数字不只是出现在你预料之中的地方 它们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突然出现 给予你必要的指引或确认 例如在一次普通的超市购物中 你可能注意到你的消费总额恰好是33.33元 而在灵性领域中 33被视为支持和鼓励的象征 这样的巧合可以是一种暗示 告诉你在当前的努力中 你是被支持的 鼓励你继续你的努力和奋斗 每当这些数字出现时 它们提供的不仅是一种心灵的安慰 也是对当下处境的深刻反思和启示 透过观察和解读这些重复的数字模式 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更好地 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并从中获得指引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数字无处不在 从手机号码到生日 从我们住的楼层树到公交车的路线后 数字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 但在灵性实践中 这些看似平常的数字 可能被赋予了全新且深远的意义 想象一下 当你在进行冥想时 心中反复念着某个特定的数字 或者在瑜伽练习中 你专注于执行某个动作的次数 这些数字 不在仅是量的代表 它们转化为了一种精神上的象征 成为了我们灵性成长路径上的标志 在很多灵性传统中 数字被赋予了特殊的神秘力量 例如在印度教中 108被认为是一个圣洁的数字 常用于念珠上 帮助技术并集中精神 为什么是108 因为它象征住宇宙的完整性和完美 每次让念珠一圈 就是一次心灵的完整旅程 一次灵魂的进化 在西方的灵性实践中 七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数字 它在多个文化和宗教中出现 从创世纪中的七日到佛教中的七因素觉醒 在冥想或者祈祷中当我们重复某个动作或周语七次 这不仅是对身体和心灵的一种训练 更是对精神的一次提升 在日常生活中 当这些特定的数字意外的出现时 它们似乎在提醒我们 我们正在灵性的路径上前进 比如你可能在一天中多次无意间看到数字11点11分 在灵性界 这被视为宇宙正在向你发出的同步讯号 一种灵魂的呼唤 这些数字成为了我们个人灵性历程的里程碑 不仅是进步的标志 更是一种鼓励和确认 每当我们在特定的灵性实践中 重遇这些数字 就像是再次确认我们的灵性目标和志向 进一步的 当我们开始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数字的象征意义 我们可以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例如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生活的某个阶段经常遇到数字三 那么这可能是在提醒你 现在是寻求平衡和和谐的时刻 因此 这些数字不仅仅是冥想或瑜伽实践中的重复元素 它们可以转化成一种生活哲学 影响我们的思考和行动方式 在灵性的探索中 数字成为了我们与宇宙之间看不见的细线 连接着每一个意识的提升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感恩